海贼王,看十郎的演技完美,为何阿修罗童子会将其识破? 海贼王漫画最新画的情报已经出来了,其中出现在赤翘九霞面前的玉田被阿修罗童子所看,已经确定是看十郎的话了。 那么问题来了,在看十郎如此完美的演技之下,为何阿修罗童子能够如此轻易地将其识破呢? 今天我们就从六个时期来深入地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吧 零妖玉田收服加成时期 在本作的设定中,早期的阿修罗童子被誉为酒里最强的怪物 不仅如此,当时的阿修罗童子还充分表达了自己对权贵的疯恨,而将军一脉自然也在其中 因此,在玉田进入酒里之时,阿修罗童子果断带住不下,袭击了孤身一人的玉田 经过一段时间的战斗,最终阿修罗童子不敌玉田,当场倒下了 之后玉田并没有选择杀死阿修罗童子,而是将其纳入麾下 很显然,这里的阿修罗童子选择归顺的原因显然是他折服于玉田的强大实力 酒里一直奉行驻圣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法则 经过两年时间的整顿,曾经混乱的酒里逐渐成为了一个和平的地方 而玉田也因此成为了酒里的大名 注意,在玉田成为大名后不久,阿修罗童子向其表达了感谢之情 没错,在这时阿修罗童子的眼中,玉田成为了带给他和平的恩人 自此,阿修罗童子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折服于玉田的人格魅力 02.玉田出海时期 在三十年前,白胡子海贼团抵达了和之国,而玉田当即抛下了相处多年的家臣,不管不顾地去冒险了 雪上加霜的是,在玉田冒险的数年时间里,黑炭大蛇的阴谋得逞,和之国遭遇了巨变 即便是这种情况下,玉田仍然选择了二次出海,而不是留下来帮助自己的家臣和父亲 如无意外的话,玉田的这两次出海的行为都刺痛了家臣们的心 注意,在玉田中途短暂停留和知国之时,前来迎接的人中并没有阿修罗童子的身影 这显然暗示了阿修罗童子的不满之情 03.玉田归来时期 在抵达最终之道后不久,玉田终于彻底返回了和知国 有趣的是,在玉田归来的这个时期中,阿修罗童子一直没有出现 但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阿修罗童子对玉田的不满与日俱增 当然,即便是在不满,阿修罗童子仍然没有忘记自己是玉田家臣的这件事 在二十年前的大战中,阿修罗童子同样参战了 不仅如此,在战败之后,他和船子郎还负责断后 以至于两人都未能穿越到未来 零四五是负灭时期 虽说石夫人为了稳定军心留了下来,但是二十年的时间还是太长了 在十年前,大量的武士等不及了,并且集结了起来,想要与百兽凯多一决雌雄 可惜的是,没有了玉田和赤俏九霞的帮助,武士们的战斗力还是太弱了 最终的结果就是武士覆灭了 在看到一个又一个的伙伴赴死之际,阿修罗童子的内心也逐渐动摇了 他开始疑惑为什么是二十年?警卫能等人真的会回来吗? 在鬼岛决战开始之前,身心俱疲的阿修罗童子已经放弃了与警卫们等人一同作战的想法 不过警卫们地友真打烧了阿修罗童子的债子,逼迫其加入自己的队伍 虽说警卫们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从阿修罗童子的角度来说,警卫们的做法无疑是又捅了他一刀 06真假玉田时期 回到现实中来,面对突然出现在眼前的玉田,长久以来积压的不满之情自然有了宣泄之处 由此可见,大概率不是阿修罗童子真的识破了看狮狼的完美演技 而是无论真假,他就想要看一看玉田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自己的内心仍然承认自己是玉田家臣,所以他必须急着大意来宣泄情感 于是就有了情报中的阿修罗童子不信这是真玉田 综上所述,看狮狼还是运气不好,他没想到赤俏九霞中真的有人会如此埋怨玉田 本期有关海贼王漫画的分析就到这里了,希望各位看官冒也能够喜欢 欢迎大家的评论,分享和点赞,图片来源于网络,金山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订阅我 再见